第一個小題他叫我們求他的T度在一二那一點的T度 那麼你一開始應該先把F對X偏為乘上I向量 再加上F對Y偏為乘上J向量 F對X偏為以後剩下-2X然後乘上I向量 F對Y偏為的時候前面都變0 這一向對Y偏為變成6Y然後乘上J向量 然後你再把他給你的這個點給他帶進去 這個一二帶下去之後呢 S要帶1 Y帶2 622 那這是第一題 接下來呢第二題 第二題你必須先把這個V向量 我們先令這個U向量 讓他是這個V向量除以他自己本身 那麼你把34這個向量 除以他的本身呢 他的長度就是5喔 所以他變成5分之3 5分之4喔 那所以呢 這一個方向 他的這個方向導數喔 在一二這邊的方向導數呢 根據定義喔 他就是F呢 在一二這邊的T度喔 跟這個U向量下去做內積喔 那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把這個-12 12喔 -2 12這個向量喔 把他跟這個U向量做內積喔 U向量是5分之3 5分之4喔 做內積 那兩個向量做內積呢 就是把他的X乘上X喔 所以這變成5分之-6喔 再加上呢 Y的乘Y的喔 這5分之48喔 所以到最後呢 變成5分之42喔 好 這個題目就做到這裡喔